歡迎來到更上一層樓的環節 繼續到Christopher 高子威 今天是跟你說一些比較軟的話題 例如 你要不想跟聖誕樓人拍照呢? 哈哈哈哈 你說什麼? 地產節目 跟聖誕樓人拍照好像不吵架 有關有關的 因為當你一個發展商有想頭的時候 也很在意周邊的社會需要的時候 這兩件事都可以扯上關係 先請我今天的嘉賓出來 很開心今天請到來自Concurrent ADEX 他們的VV of Sales & Marketing 有Isaac上來跟你聊天 你好,Christopher 今天找到你上來說 這個話題也挺特別的 因為我知道過一段日子 你們在社區裡面 都搞了很多不同的活動 雖然在我們節目沒有聊天 但我相信在城中裡面 很多傳媒的媒體裡面 你都會見到 pop up store 很簡單一個吃雪糕的東西 都搞到整個社區裡面排隊 來到現在聖誕節 我就知道你有些新搞作 跟我們分享一下 是嗎? 是,好好好 Concurrent來說都說 不停是打造不同的大型社區 多輪多的社區裡面 有Concour Park Place 有Concour Park Place 我們在不同的季節 暑假也是暑假的 不同的社區活動 我們冬天也有冬天的安排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有這個pop up store 但在哪裡呢? 我們這次這個pop up 就是在我們Concour Park Place 在北約克裡面 其中我們一個大廈下面 一個商店 對著公園 所以就剛剛在暑假的時候 設置了 之後都說由暑假打落 有不同的pop up使用 由咖啡店 至到賣cookie餅 至到賣衣服 之後都有不同的設置 不過我們剛剛在這個冬天 就打算拿回這個pop up store 等到我們可以做一些東西 是給我們Concour Park Place 附近的住戶和居民的 就是給這個聖誕老人 在這個pop up store 就可以跟大家拍照 為什麼要有這樣的設置 因為很多時候 大家在商場 都會看到有聖誕老人 和小孩子和家庭拍照 但是現在來說 商場這麼擠述 這麼多人 甚至乎有時候 商場裡面都說 不給寵物 有些人說 我的寵物是我的Family Member 我怎樣可以和他們一起拍照呢 所以我們就做這個pop up 就變化了做一個Santa Sulu Workshop 可以佈置好 等到那些人可以預約聖誕老人 和聖誕老人拍照 你沒有說這件事 我真的聰明 因為我自己沒有養寵物 但是如果你這樣說 真的很合理 商場很多時候 都不給帶寵物進去 而他們真的跟寵物 好像一家人一樣 現在這個設置 很貼心 令到周邊住在那個area 就算不是住在那個area 都可以乘機來到這個社區 看看這個社區 原來可以有這樣的安排 都可以的 Santa's Workshop Santa's Workshop Santa's Workshop 剛才你說在Park Place Park Place就是在North York區 Visarion站出來 你看到很多的Condos 正在建的時候 整個都是Concord的project 現在在說在哪個位置 裡面有很多等Condos 一直在建 不要記錯 一等叫Seasons 是Seasons Seasons也是對著我們中央公園 同時這個pop up store 正正在旁邊 對著我們的community park 有個setting很漂亮的 冬天的時候 也有一個流冰場在 夏天就是一個水池 所以你說得對 不僅是Concord Park Place的住戶 就算周圍的人 都可以去那個公園一起流冰 由拍照 又可以流冰 冬天來說 都是有這樣的活動 是非常之好 如果你想cash那個moment的話 我絕對相信 12月頭這兩個禮拜 你都可以感受到聖誕節 不需要去到Shopping Mall 就算在一個community裡面 都仍然可以深深體會到 這一個聖誕節的氣氛 是不是只是weekend 平時weekdays 他不開的 就是聖誕老人不上班 平時要準備禮物 OK 我知道除了這些 這麼有心思的活動之外 你們都想了很多 不同的 和Christmas有關的活動 都跟我們乘機分享一下 好好好 你的反應非常之好 因為剛才你說好好好 聖誕老人最喜歡說 好好好 對啦 有什麼好的東西 跟我們介紹一下 好嗎 我們今年來講 就準備了一句叫做 12 days of Christmas 的 campaign 在我們兩個不同的 project 一個是我們 Konko Park Place的 King's Landing 另一個就是 我們Downtown Project的 Central 我們挑選了12個單位 在每一個project裡面 每一個project裡面 這12個單位裡面 都會送EV車位出來 由75000至12萬 一個優惠 都是一個很特別的 incentive 12 days of Christmas 所以每天配合不同的禮物 去給客人去購獎 等於由iPad iPhone 至到Hermes 的禮物 Tiffany的禮物 至Dyson 吸塵機 Miller吸塵機等等都有 嗯 所以一定要決定去購買 都可以參加這個抽獎 是不是這個意思 沒錯 什麼人都可以來參加 不過當然 因為我們怕我們太多人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的客人 都預先做個 appointment 等到我們可以照顧他們 這個活動呢 12 days of Christmas 會一直去到什麼的日子 由這個12月的1日 到12月的12日 這個也是一個很特別的安排 有時候有些人 可能未必這麼快 說要購取買樓 除非你是海外買家 那就零計 1月1日之前 你可能要購取 但如果你說本地買家 雖然你說市場 要聽到一些新聞 說是靜 但其實現在很多的sales office 不是只有你concord 我看到很多的sales office 都是有很多人進來看樓 我想想買樓的人的心態 仍然是很刺激 差了幾時博取 但如果你說這段時間 我想看看樓的 都是一個挺好的時機 順利 就像阿石所說 去到concord那裏 可以try your luck 可能隨時看完樓 你見到一份很好的聖誕禮物 都不定 今天時間關係 跟阿石說到這裡為止 我知道concord有很多的idea 尤其是發展一個社區的時候 是用心去打造社區 不是說燈樓有什麼設施 過了日子裡面有很多的event 我知道你之前也做過 譬如concord 專門是給自己的居民去參與的 那你說 一個發展商要不要搞這麼多事情 但我覺得背後的用意 就是可以令到住在那裏的人 更加喜歡住在那個社區 也就是發展商自己去出心 希望大家可以享受你自己住的地方 有一個home speed home 的感覺 因為我知道接下來也有很多不同的發展 有很多的idea 尤其是阿石有很多的idea 我覺得他真的很厲害 所以可以跟他們分享一下 在接下來新的一年的樓房市場 會有什麼新的idea引入呢 以及他們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到明年才跟你做訪問 謝謝阿石的 謝謝你 謝謝大家 下次有機會再聊過 待會回來 不只愛都一分鐘的這個環節 完了之後可以接聽大家的電話 不需要這麼快打電話來 最後幾分鐘 過來都不遲 因為看到燈這麼快已經亮了 到時候才跟你登記 現在去一去廣告 待會回來 立刻我都一分鐘這個環節